很重要 我念一下 跟我們 跟我們 昨天上來的時候 我們不是從遊客中心過來 一直到大鐵山嗎 到大鐵山的時候 如果你有看我昨天傳的地圖 那一個步道叫做 東浦大草原步道 結果你走的時候 有草原嗎 沒有 那是因為時間已經很久了 樹長起來了 我們念一下 民國八十二年 圓越塔塔加森林大火 燒了多少 三百公頃 三百公頃 三百公頃大不大 大 三百公頃很大 我們都會公園才八十八公頃 燒了三座半的都會公園 大概就整個都燒掉了 所以呢 那我要講 所以因為剛剛我講 我們昨天在那個步道上面 經過的時候 會看到很多的二葉松 對不對 然後我今天有問新一 那我們有兩針一樹的 是二葉松 五針一樹的 有台灣五葉松 也有華山松 然後都併存在這樣的一個 這個步道上面 所以我們 我們昨天也特別提到二葉松 它的生長的限制 因子呢 是水分嘛 就是降雨量 它比較乾燥 然後還有加上一個叫火燒 然後因為呢 民國八十二年燒到現在 多久了 二十九年 二十九年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距離上一次火燒 將近快三十年 樹就長起來了 所以你已經看不到東浦大草原了 所以這是這一個 我們昨天講的二葉松的這個生育的環境 那民國八十二年是什麼樣的時間呢 玉山國家公園是什麼時候成立的 在1985年民國七十四年成立的 所以它成立幾年燒 然后就当时就有很多的推测 因为呢过去这个地方 在还没有成立国家公园之前 这边是原住民的传统领域 然后很多很多在这边是 比较是没有特殊的法在管理的一个 我们国家公园法是非常严谨的 所以呢当时 而且玉山国家公园 那成立的时候 其实画色的范围 有很多跟原住民的传统领域 是整个重叠在一起的 然后重叠在一起的时候 会觉得说我在这边 我祖先在这里 巴通关也是布农族的传统领域 然后我们祖先在这边好久了 那为什么你说来就来 就把我们赶走了 然后就画色了说 还有很多的规范不能打猎 不能怎么样 一大堆的规矩 所以呢产生了很多的 当时从民国 其实就是1985年 然后开始就有很多的冲突 但是呢这个火烧的原因 现在目前查不到 那但是当时整个社会会觉得说 那是不是因为在这么压力 冲突压力那么大的状况之下 然后失火了 然后这个火烧就跟你们 以前过去来的时候 不是有夫妻树吗 有 有关系 为什么 因为这个火烧就烧到夫妻树亭 那夫妻树是什么树 桑木 桑木吧 对不对 那为什么烧到那边停没有再烧下去 底下应该就 因为我们走得在新中恒 昨天上了中巴的那条路 海拔刚好2500公尺 因为我们塔塔加游客中心 这条就2500公尺 2500公尺 昨天我讲的一个很重要的界线 它刚好是物灵带跟铁山灵带的界线 它为什么烧不下去 物灵带 物灵带怎么样 潮湿啊 很潮湿啊 烧不下去了 所以烧到夫妻树亭了 这个大火往下烧 烧到物灵带亭了 就烧到那个界线亭了 所以呢 这个是一个 所以我们 我们昨天也讲了 2500公尺 刚好是我们整个台湾的森林 从阔叶树林 转换成真叶树林的一个界线 所以这条界线非常的重要 转换成真叶树林的界线 也是我们的整个森林的生物多样性 到了2500公尺过去之后 生物多样性开始下降 所以呢 昨天在做植物调查的时候 会发现 好像轻松蛮多的 然后种类不是那么多 所以蛮轻松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